身上的平衡 然后再往后拉 到后边也那条边缘 然后再往前 一定要在自身的控制范围之内 往前 往后 一定不要抬肘 身体上 一定要动的过程当中 延伸的过程当中 身体上 一定要离不开意念的诱导 如果离开意念的诱导 那就是空的 这个球呢在动荡的这个过程当中 身体上 一定要是一个什么 有机的整齐 所以视力视力 我们要把手上推动球的那种感觉 一定要放在身上 不要只是说呢 用一个手在这玩 我们先从手里面入定区 入定区以后呢 我们通过灯动的话 就是有反尊